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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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睽違一年的文化英文 今年是什麼年 今年是牛年 那我現在要問你就是十二生肖的英文 應該要怎麼講 那我先問你十二星座怎麼講 十二星座是叫 對 所以如果講我們十二生肖的話 就是在前面加一個Chinese 所以就是Chinese Zodiac Chinese Zodiac這麼簡單 不可能那麼單純吧 就是這麼簡單啊 還有其他的解釋方式嗎 除了Chinese Zodiac之外 如果你要講個別的呢 像我們西洋的話是以星星來區分嘛 所以它就我們會用 STAR sign來講 那我們生肖的話是用 動物來區分 所以就變成說Animal sign 那我考你啊 十二生肖你會不會嗎 就醋無厚 我說英文 英文也會吧 畢竟我就是 真的嗎 Tralingo Tralingo是不是 好啦 快問快答 快問快答 來 鼠 鼠是Mouse Mouse 其實也不能說不對 但是比較多人常用Rat Rat 那Rat跟Mouse猜哪 Mouse就是那種 一般那種 比如說我們下水道常見的那種 體型的老鼠 不用生氣寶貝來講好了 它就是小拉打 你要考慮就是 鼠老鼠的人的感受 說不定他只想當Mouse Mouse的Mouse是怎麼樣 對 可是畢竟我們是從英文翻過來的 那我們英文會翻Rat Rat在英文是有一點點貶義的意思 有一點點人家投機取巧 那牛呢 Cow Cow是不是 Cow啊 不然呢 Cow是母牛 那公牛是什麼 Ox 外國人就是會比較統一用Ox 那虎呢 就很簡單了吧 對啊 Tiger這誰都會吧 那兔子呢 Rabbit Rabbit 對 但是如果 有一個也比Rabbit 還適合一點點的說法 叫做Hair Hair不是野兔嗎 對啊 野兔比Rabbit還 它是野兔 所以它的行動力會比較 比較那個 可以跑比較快 對 豬 牛 虎 兔 龍是Dragon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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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Snack Snack 蛇 馬 Horse 對 這都很一般大家會 羊 羊的話是 我知道綿羊是Ship Ship Ship 那因為綿羊比較溫馴嘛 所以我們會用GOT GOT GOT GOT就是那種山羊那種吧 對 它是比較健壯的那種羊 對 那因為他們是在比賽嘛 喔 對 所以用 健壯一點的 會比較適合 對 猴字是Monkey 沒問題 Monkey 猴 雞 雞的話 嗯 Chicken嗎 Chicken可以喔 Chicken可以啦 我有看過人家翻 去不是雞肉的意思嗎 對 會比較適合的是Rooster 對 那種熊舊舊氣喊喊的那種感覺 Rooster Rooster 然後雞 狗 狗是Dog吧 你還有更適合Dog的嗎 也沒有 這是第二隻 POPPY 狗 豬 豬就是Pick 對吧 所以你看我是Tri-lingo Tri-lingo這樣有過吧 就是十二生肖 有過啊 但好歹你就 中英台語 有種你把台語十二生肖都背出來 我覺得先不用 好 今天是牛年 我要問別人 就是我要問我的外國朋友說 欸你是什麼生肖 這樣子 就是這一句我應該要怎麼表達 對我們剛剛有說過 個別的生肖可以用animal sign來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講 What animal sign are you What animal sign are you 對 就說欸你生什麼的 對 那他如果說 我剛好生肖怎麼講 就說I'm an ox I'm ox 然後我就說 你生肖 這樣你換太歲 換太歲要怎麼講 所以你有看過我們上一集就對了 上一集就好 在講犯太歲 就是因為我 有些外國朋友他來台灣住久了 他也會入境隨俗 那我就要告訴他說 欸你今天犯太歲 那我要怎麼跟他講 其實太歲要翻就是直接音譯啦 太歲 太歲 可是犯我們是充犯到太歲吧 所以我們用offend這個字 offend的太歲 就是犯太歲 所以你今年犯太歲要怎麼講 那他既然犯太歲 我告訴他他犯太歲 我就要幫他解決啊 所以我就說 那你要去廟裡安太歲 安太歲怎麼講 to pacify the 太歲 就是安太歲 那所以我如果說 你今年就是犯太歲 所以你要去廟裡面安太歲 這樣一整句 要怎麼樣表達會比較好 if you offend the 太歲 this year you need to light the 太歲 lame to pacify him light the 太歲lame 就是點太歲 就是 安太歲意思 今天呢 教大家就是有關十二生肖 英文怎麼說 還有包括 安太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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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牛年行大運 牛轉乾坤 那我們 文化英文下次見囉 不會是一年後吧 掰掰 好掰掰 可能是一年後